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推荐5颗星 我的妈呀 这么高 上午7点到晚上8点半可外卖 8点半就关门啦 这么快 然后东山海鲜推荐3颗星 店内环境一般淡口感很棒 五六个人点两个大份 200块钱左右加米饭就能吃饱 我觉得一个海南人就是回海口也可以吃海鲜 所以这个对我的诱惑度还好 海钓船 推荐指数4颗星 豪香礼籍 没记错的话 一串3块钱好带一块肉 奶茶 比较有厦门特色的叫7Boss 吃茶3000 土笋洞 这个我还蛮感兴趣 什么叫土笋洞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笋 什么藕袋啊 什么萝卜干啊 就是那种脆的这种东西 看个人喜欢到处都有差别不大 可以买mini的 一口一个 逛的 怎么还一口一个 对 看 饿了吗 被发现 脸饿了 海滩 虽然民间多了 但如果住在会展中心附近的话 去边上的海走走 我已经感受过了 那一块胶石我已经被晒得不行了 沙坡尾 比起古浪雨好逛很多 很多创意的小店 算是网红婚纱拍照地 非常适合拍照片感 这里不错 我有时间回去的 这个叫什么Cello 个人觉得蛋糕好吃 饮料一般还有一点贵 巴士就是厦门的第8菜市场 当然我也是很喜欢逛菜市场的 每次回去我都会跟老爸老妈 就是最喜欢去菜市场 最喜欢去买当地农民 就是自己种的啊 或者挖到的那种笋啊什么的 自己腌的东西 推一个小车车或挂两个篮子 我就喜欢买那种 就是非常的原生 牛家菜的那种感觉 这个可以 我觉得 厦门人给大家推荐的古浪雨 是两颗心 本地人不太推荐 但是很多人去的地方 也要写一下 就跟很多想去古浪雨 就比如说盐盐 如果你要去的话 就去东渡码头坐船 推荐小马哥cheese马铃薯 隔壁的土耳其冰淇淋有一点贵 没有特别想吃就别买 我觉得这个裙子这种还好吧 在隔壁的福州鱼丸很正宗 和超市买回去的 福州鱼丸很正宗 但和超市买回去的味道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要推荐给我 我就想很地道 非常local的那种 OK 祝工作顺利完的开心 爱你 好棒 好贴心哦 我觉得 闽河南我还买那个什么的 这个我很想有四里沙茶 就是你越说哪里都搜不到的 我就越想去 这个奶茶比较有厦门特色的 这两个家 挺想尝一下 然后呢我还想去这个沙坡尾 好 把这三个地方圈起来 感谢我们的粉丝 感谢我的排骨 虽然我已经不是瘦成一颗排骨了 我是一颗肥的里脊肉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叫牌子叫什么 对 是丁清淮特意给我送来的甜品 因为去年录的仙厨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做甜点 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们的丁清淮小哥哥 因为他一直在厦门嘛 好几次想说 什么时候能去厦门 就能吃到他做的甜品 因为他在这个节目上面就做过 好像是一次甜品给大家 之后他就一直都在做料理 我们就说他做甜品特别特别的好吃 他说有机会 姐你要来厦门的话 你一定要跟我说 然后终于 2022年的这个秋天 来到了厦门 然后呢我就立马厚颜无耻的 发信心跟他说 我来厦门了 你在厦门吗 他说我在的呀 然后就说我特别特别想吃你的甜品 我说能不能去你店里 然后你店在哪里 他说啊我们都是做那个 就是什么合作啊 自己不开店的 然后他说你在哪里我给你送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厦门的 因为真的太想吃了 其实已经下午就已经送来了 但是我就是下午走银毯什么的 然后刚刚回来 然后正好就把蛋糕拿回来了 哇 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 他真的给了好多好多 这也打开 我的天 这太多了吧 他是在选品吗 我就说你给我搞个三四块小蛋糕 就小小的给我吃就行了 五个蛋糕怎么吃得完呀 真的蛋糕太贵了 他有贴心的给大家准备消毒湿巾 还有餐具包 来 我们先打开大的吧 好美哟 你看这个星空 开盲盒的小碗 这个可以 哇 好好看啊 好高级啊 这太高级了吧 这四个你最想先吃哪一个 每一个都想吃 那我们先尝这个吧好不好 这也是硬的耶 把整个蛋糕都要撬起来 尝一个好吃吗 很难 这很难切的好美丽啊 很好吃吗 好吃 自己拿 自己拿 人家一个好好的法式糕点 被我们切得细碎 最后一块是我的 我来尝一下 是个切片三层 我天 哇好好吃啊 我跟饿鬼投胎一样 就它的蛋糕都不是那种很甜很甜的 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 层次非常的多 有点酸酸的 然后呢 它又有奶油的香味 但它又不腻 吃到最后 是有浑厚的这个芝麻的味道 就充斥在你的嘴里面 芝麻爆炸啊 这个是 下面一个黑芝麻再也好吃 我的妈呀 真的太好吃了 好了 刚刚美味的蛋糕也吃完了 然后我们的饭也吃完了 姜母鸭 然后还有面线糊 但是我觉得他们饭怎么会做得这么硬 我明天再多尝几家 看一下是不是南方的米会稍微硬一点点的 今天非常非常的累 我七点多就起来了 一直忙活到现在 我现在两个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好我现在准备去卸妆洗澡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卸妆膏 我自己突然忘了 那天我们团队人都来我的房间用了这个卸妆膏 然后他说这什么卸妆膏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它全名叫什么 我一直都叫它PF 我觉得特别好用 你看他们都抠剩这么多了 最好用 眼妆也卸得比较的干净 因为我们就是经常会涂什么眼睫毛啊 画下眼线啊这种的话 他就会还是得先用眼部的卸妆液 眼部的卸妆液 反正我之前是一直用的 就是skin food 这是我会带的 因为我来厦门出差几天 我就带的东西 然后依旧是我的什么过敏药啊 然后快用完的牙膏啊 洗面奶啊 还是这支没用完的 然后依旧是我的这个 这个就因为出门我就一直带着的 然后呢这是我新带的这个眼霜 这个面霜 这个才是眼霜 我觉得他们家眼霜还蛮有意思的 有两头哦 你看 两头 有一头是day 有一头是night 就白天黑夜 最近我在试 如果好用的话分享给大家 然后接着就是tempo spa的 用了一半多 很好用 它很舒服这个香味 是很浓郁的薰衣草的味道 就你抹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 天哪我活在被子里 我扑扑的香味 都是这个薰衣草的 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太喜欢涂身体油 因为我是自己身体乳啊身体油 我都会抹 我觉得有一点我可能会有安全感 就觉得它更加的滋润和补水 这个的话就比如说再干燥一点我会用它 像硬的身体乳 我之前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很多次了 然后他们家有这个银色的和白色瓶子的 它是身体喷雾 你看 它喷出来是这种 这种水状的 看了没 嗯 这种奶油质地的 就是我想快速的去解决我擦身体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用印这个 他们家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特别的轻薄 它能够做到 介于水和乳液cream之间的这个质地 然后呢同时又能做到非常的保湿和锁水 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方便 四个八拍 有人说它两个八拍就搞定了 我说天哪那也是喷的太快了吧 然后我有时候不敢喷 我就会地上铺一个那个毯子 或者我就刚洗完澡 我就在里面就直接喷完出来了 就有懒的时候 或者早上我要化妆之前 我要去洗澡的时候 来不及我就会直接用这个 硬的身体喷雾 非常非常的好用实用 这是那个医生员 私处护理 还有我做仪器的什么凝胶 欧柯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一会儿还见吗 反正先拜拜 如果一会儿见就再哈喽 好啦 真的要去洗澡了 睡觉了 晚安 巨搞笑 特别好笑 我又开机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酒店 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给大家参观一下 这有个圆形的浴缸 然后呢 你看啊 咱们来follow me 推开门 欢迎来到我的淋浴间 竹林当中洗澡 是一件多闷闷闷的一件事情 Oh my god 上面是田 下面是地 中间是洗澡的人 真的是野澡 你看这个大理石还有鹅卵石 然后我刚才想说 哎我们要吃一下 他说冷不死你 我真的要洗澡了 Goodbye 好